有開設 好好好 謝謝 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是夏季星空 在這之前有沒有人有去看過各個其他季節的星空 還是其實你們對什麼季節一點概念都沒有 夏季就是夏天晚上去看到的星空 那個天區 像最近是夏天跟秋天的交際 的時間點 所以我們前半晚可以看到還是可以看到一點夏季 後半晚就可以看到秋季 到凌晨就可以看到冬季 一個晚上最多可以看三個季節 那我們就今天開始講 我們在任星空 任星星的時候 我們首先就是會找出比較主要的 或是比較指標性的星座來開始認 這樣子才能夠協助你看到更多的其他星座 比較小的或是比較暗的星座 那夏季最主要的三個星座就是 夏季大三角 除了夏季之外 冬天、春天跟秋天 每個季節它都有不一樣的 所謂形狀 就幾何圖形讓你去連結 像在夏季的就是一個三角星 而且它很特別 它是一個直角三角星 等等會有星圖開給你們看 那它主要呢 形成的這三個星座呢 分別是天兒座 它的屁股那邊的天津寺 那第二顆呢 是這三顆裡面最亮的 天晴座的織女衣 那就是大家所稱的織女星 那第三顆呢 是核五二 是天音座的一顆亮星 那也是大家常常在講的流浪星 那這三個怎麼認呢 織女衣是這裡面最亮的 它的亮度是零等 還記得之前上課老師有講過 數字越小的 行星越 亮 怎麼樣 哦 月亮喔 我有聽到答案 越小的到負的就更亮 那織女星剛好是零等 那核骨呢 稍微矮一點是零點七七等 那天兒座 因為它離我們很遠 所以呢 我們在地球上看起來 它沒有很亮 那剛剛說了嘛 夏季是直角三角星 那比較偏直角的那個九十度那個地方呢 就是織女星 那另外兩個銳角呢 一個是天兒座 那另一個是核五二 那那個比較尖的那一頭呢 就是天音座的核五二那一個 那接下來 除了在這三個星座 是在比較靠近北邊的 比較靠近北天的一個地方 那接下來就有比較靠南邊的 是我們黃道十二星座裡面的其中四個 其實有一個就是天平座 那因為這個瓶子 我們還是念瓶 就是它古時候 因為它是個破音字 所以基本上 你們還沒看到老師 考試的那個 樣子會長什麼樣子 老師的考卷會長什麼樣子 先看你們看一下 所以讓大家知道這堂課多重要 不要 你 就是不要睡覺 這個是考卷 這是歷年的喔 啊會有選擇題跟鐵空題 選擇題就是老師平常上課的內容 啊填充題呢 老師會給兩張星座 分別是兩個季節 然後下面這個是題目 它跟上面那兩個都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這個區分天區 他就會問你說 這個區域是哪個星座 你就要寫名字 就把答案填在剛剛畢業這裡 所以大家不用緊張 喔老師這邊有寫 如果你是大陸的 或是馬來西亞的 你們是學簡體字的 可以全部都寫簡體 如果是台灣同學麻煩 全部都寫繁體 所以剛剛那一頁那個字 記得要超對 如果你說你是學英文的 那你也可以寫英文的 那假設像剛剛什麼 天蝎座 天鵝座 你可以坐那個字表寫 就寫天鵝天鵝 天鵝是ok的 那但是大家記得就是字表寫錯 寫錯字的話呢 就是會扣分 那好 詳細的扣分詳情細節 等一下再跟你們說 那我們去講這個 這個天秤座 所以希望是寫繁體字的同學 還是寫這個字 不要寫錯字了 那另一個是 就是天蝎座 這個蝎 在天文學中 天蝎的蝎要這樣寫 沒有那個旁邊那個欠字 PPT其實都會上傳到Model上 所以不用緊張 那它最亮的那顆阿法星是星秀二 在中間 也沒有到很中間 就是星秀二有點像是它的心臟的位置 那天蝎座 然後接下來是人馬座 就是詹心學上俗稱的色寵座 所以大家在寫的時候 像這種星座就絕對不可以寫錯 就我們要寫天文的名字 不可以寫詹心的名字 所以你寫人馬座是對的 而寫色斗座的話就算錯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這一點 那另外一個就是摩羯座 摩羯座的話就是記得這個摩 它不是魔法的摩 是這個摩燈的摩 然後還有節也是 就有很多人可能不太知道這個字怎麼寫 所以記得複習的時候 記得要看清楚這些字 他要再練習一下 那這一些都算是比較指標性的寫 大家比較常聽到常知道的星座 那還有其他星星比較暗的是 其中一個就是蛇夫座 應該大家有聽過什麼黃道 所謂的黃道第13公 就那個時候說要改星座 蛇星座那個 這個蛇夫座就那時候講的第13個星座 那接下來是巨蛇座 這個巨蛇座它很特別 它是唯一一個被分成兩半的星座 下一頁有星圖可以給你們看 另外一個是五仙座 是希臘神話海克利斯 那個大力士 然後接下來這四個是比較小的星座 一個叫天劍 一個叫海豚 還有小馬跟狐狸 但是狐狸很暗 就是基督其實看不太到 那天劍座呢 它是傳說中愛神丘比特的劍 它等一下到星圖那邊可以看到它其實算是比較 形象比較符合的一個星座 然後接下來還有南緬座跟盾牌座 這個緬字呢它其實就是黃冠的意思 那有一個叫南緬嘛 那還有一個叫北緬 北緬是在春天的星座 這學期應該不會講到 有興趣的話大家可以去上網看看 然後跟盾牌盾牌也很暗 那我們就接下來去講 我們現在開始直接來看這個星圖 這個就是剛剛我們說的那個大三角 直角的地方這一顆是 是 天晴座的織女星 在這裡 這個直角比較長的 比較 角度比較小的 就是牛郎星 就是天鷹座的河谷 這是一二三 然後這個就是天鷹座 天鷹座的頭在這邊 那這是它的翅膀 然後這是它的屁股 這三個這樣聯合起來 就是大三角 那接下來這邊還有看到很多個星座 那我先把名字叫出來好了 好 都叫完了 好 那 首先呢 我們要怎麼認這麼多的星座呢 呃 我們先把簡單的 比較有名的星座先認完 好 剛剛講的天鷹跟天晴座嘛 其實我們就是把這兩個星 星星連線 連到天蠍座剛剛說 它最亮的那個星球二 好 這樣子畫一個曲線下來 這樣子呢 你就可以沿途再找到五仙座跟蛇夫座 還有巨蛇座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來講一下 在 首先我們第一個經過的是五仙嘛 五仙他就是 剛剛有說過是希臘神話的海克利斯那個大利士 那他這個 的形象呢 你可以想像成 他現在拿著一束花 呃 前腳呢 是 公 然後後腳是跪著的 好 這前腳 這後腳 呃 這是他的頭 這個是肩膀 跟兩隻手 然後 這個是他的腰部 然後這個是他的裙板 那這次後腳跟前腳 好 你就可以想像他現在跪下來跟子女星求婚 雖然一個是西方的故事 一個是我們東方的故事 但是為了讓大家比較好記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連接成不同的故事 然後 他這一邊其實會有一個北面 好 就是剛剛說北面 北面跟南面呢 長得有點像 但是北面呢 他是開口朝上 這樣子一個 很像一個優質型在這裡 他就在跟春天的另一個星座 叫木夫座 他們兩個呢 就是在搶那個北天的皇冠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是五仙座 那接下來呢 我們經過五仙座的頭部之後 再畫下來 這個很 你看起來蠻大範圍的星座 大家覺得他看起來像不像一隻青蛙 不像 沒關係 大家看星星的時候 記得要有一點想像力 這個呢 他看起來有點像一隻青蛙的這邊 大概是嘴巴吧 他那個眼睛啊 然後身體跟他的那個腳 那其實這 這其實是兩個星座 這個呢 是 舌夫 這個就是剛剛說被 結一半的去蛇座 他是從這一邊 跟這一邊 這兩塊 那 蛇腹座呢 他 也有一個神話故事 那我們在後面再講 那先介紹一下 這個是他的頭 那這邊是他的肩膀 那大家會不會覺得他好像看起來很像大胖子 其實不是 這個是他的肩膀嘛 那是他很像是要把他腰間的蛇抓住 所以這是他的腰 那這邊是他肩膀的那個手 他這樣子抓 這樣子抓 這樣子手 手勢 所以他看起來很像大胖子 但其實他不是 就之後 有機會的話 我開Celerium的圖會給你們看 大家比較清楚 然後 這是蛇符座 介紹完 巨蛇座 這一邊呢 是他的頭 這個三角形的地方 他的頭 然後呢 這樣連過來 跟 這是他的尾巴 這樣子 那在天上大概有三條蛇 一個是巨蛇 還有一個是春天的長蛇座 還有一個是 靠近南邊的水蛇座 總共有三條蛇 那接下來 我們就連到了天蠍座 那天蠍座的前方還有一個星座 大家還記得什麼嗎 根據黃道的那個順序 天蠍座的前面還有一個星座 木夫 不是不是 木夫在這裡 剛剛 剛剛有講到的 天蠍座欸 對 在這邊 但是因為老師那時候在截圖的時候 就是 因為版面的關係 這邊截不太近來 所以他這邊有一個 因為每個人的連線的方式不一樣 還有每個軟體他連的方法不一樣 他這邊呢 有一些人會覺得他這邊是一個四邊形 等一下我就開Cellarum給你們看 這邊就是會有一個 一個四邊形看起來有點像 有一點點像 襯的那個感覺 這邊就是天蠅座 那天蠍在這裡 那他這一個呢 就你想像他 我覺得天蠍還是看起來 蠻像的 這邊感覺就是有點像他的那個 前面的那個 勾子 不是勾子 那個 他的 翱這邊 他這邊有一些 他這邊還會在畫星星 這邊很像一個翱 那這個呢 在中國的古星關裡面 他是叫做 三玄十二十八秀裡面的防秀 是在這邊 那接下來呢 這邊連到他的身體 跟他的尾巴這裡 那這邊呢 就有點像是他的心臟 那這邊在星關的名字裡面 他叫星秀 這個是星秀 一二三 接下來這幾顆呢 就是他的尾巴 總共有九顆 叫尾秀 就是很簡單 很直接 就是他的尾巴的地方叫尾秀 這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然後 這一個 這一個 他叫做 這個星比較特別 他的名字呢 叫 富月 有人聽過嗎 沒有聽過富月 富是那個 泰富的富 然後 月是說話的說 是破音字 沒有聽過 那個 好吧 居然大哥 都沒聽過 那有聽過那個 富月 有沒有在哪一個 古籍裡面 不是古籍 就是 文言文裡面聽過 這個人的名字 富月 他是商朝的一個 大臣 都不知道 那 天江江大略與斯人也 這一句話 總有聽過吧 在這個篇章的前面 就有提到富月這個人 本來這個在我們以前是當加分題 但是 因為大家都回答不出來 那就 就算了 後面還有加分的機會 沒關係 好 那我們 這邊已經連完線 找出總共一二三四 這四個星座了 那我們接下來連另一邊 就是天鵝座 天鵝座 這兩邊連起來 好 好 那 這邊這樣連下來 其實在還沒有遇到天鑑座之前呢 天鵝的頭這邊附近 還有一個很暗的星座 叫做狐狸座 它就是兩顆星星連在一起 但是因為太暗了 所以這邊就沒有顯示出來 那因為畢竟它還是屬於夏季的那個星空裡面 所以考試的時候有可能會考 所以大家就記得那個 大概它的相對位置 就大概在這邊 是牧豫座 那接下來這個就是天鵝座 那大家看看這個有沒有點像是它後面的羽毛 然後呢 這樣連出來 這個就是那個箭頭的那個地方 就攻擊人家那個地方 這四個星點 就是天鵝座 那在天鵝座旁邊還有兩個小星座 一個有點像手槍 或是就是比較小的那種掌星雷的那種感覺的 是海豚座 就五顆星組成的 那再往旁邊一點點還有一個很像 這個畫起來有點像小草 就三個這樣子一個草的形狀是小馬座 那你要這樣子把它連成一個四邊形也是可以 這個是小馬 那我們現在繼續連 從這邊這樣連下來 在這一個地方也有一個很暗的星座 就是剛剛有說到的盾牌座 大概在這裡 因為它非常暗 所以就沒有畫下來 因為我們基本上晚上也比較不容易看到它 那我們繼續畫下來這邊 這個就會找到黃道十二宮的另一個星座 叫人馬座 就是我們詹聽學上說的射手座 那要怎麼辨認呢 射手它就是上半身是人馬 上半身是人 下半身是馬 那我們這邊可以想像是它要拉弓 要攻擊一個獵物 或是就是它要攻擊天蠍做這樣的樣子 這個呢就感覺有點像就是它的弓 這三顆 然後這一邊呢就是它拉弓那個弦 弦 然後這中間就是它的劍 這邊 然後這個大概是 這邊畫上去的是它的披風 這個 然後這四顆呢有一點像馬鞍 但是因為它是 它本身就是人騎在做 就是上半身就是人馬 所以沒有所謂的馬鞍 那我們就想像一下就好 啊其實這邊下面呢有一個 它有會有畫幾顆星星連起來 把難免做寒進去的那個呢 就是會是它的後腳 人馬座的後腳 那之前有說過 北斗跟南斗嘛 那南斗六星就是在人馬座中 這邊 有人知道是哪六顆嗎 有人要挑戰一下 欸 是哪六顆 斗數四斗數二斗數六斗數 直接出來指沒關係 直接出來指哪六顆 那不行 南斗六星 南斗六星 真的不要 不要試一下嗎 它的形狀跟 嫂子也是有點像 可以出來 想要出來的可以舉手 然後 有答對可以加分 可以試一下 來來來來來 你過來過來 過來前面沒關係 大家有沒有覺得這個東西有一點像另一個我們日常會用到的東西的形狀 然後 它其實有點像一個茶壺 到底哪裡像茶壺呢 來 現在跟大家說一下 這三顆連起來 有點像是 那個倒茶水 那個湖嘴 那個地方 然後呢 這三顆連起來 有點像湖蓋 它的蓋子 然後這四顆 就是它的裝水的地方 還有補身 然後這四顆連起來 就是它握把的地方 這樣子可能想像起來會比較簡單 就是人馬座 那北冕 接下來是北冕座 對不起 南冕講錯 南冕座呢 這邊有六顆星連起來 那它的開口呢 就是向著天空的 這邊是西邊 就是向西邊的一個開口 好 藍天的黃冠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 在春 夏季裡面看到的 第四個 黃道十二宮的星座 那我們就是把 天晴座的亮星之女 跟那個牛郎 這樣子畫一條線下來 好 你就會找到一個很像開口笑的一個 星座 就是摩羯座 那這邊說了 它是 這個南斗六星嘛 它在三元二十八秀裡面 名字叫斗秀 這邊 防秀 星秀 尾秀 然後這邊是斗秀 摩羯座的前方這邊 也有一個秀 叫做雞秀 因為它這個地方 感覺有點像粉雞一樣 所以這邊是叫雞秀 欸 我是講錯了 對不起 雞秀在這裡 就是這個 這個才是雞秀 這裡是牛秀 我講錯了 對不起 這裡是牛秀 而這個 這個四個看起來有點像本雞 所以這邊是雞秀 然後這裡是斗秀 這邊是牛秀 後面會有相關的 中國故事 好 那我們首先先來詳細的介紹一下天兒座 那它的亮星 那它的亮星就是剛剛說的天晶寺 在它的尾巴 然後這是頭 那它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大顆的一個恒星 它比我們的太陽還要大大概200到300倍左右 可以想像非常大顆 那它距離我們非常的遠 有1600光年 就是呢 它的光要傳1600光年我們才看得到 所以我們現在看著它呢 是在看著1600年前的它 那它的亮度呢 如果假設放到我們面前的話 它比我們的太陽還要亮6萬倍 所以可以想像 我們現在看太陽就已經很辛苦了 你眼睛沒有辦法直視太陽 但是這一顆星它還要比太陽的亮度亮6萬倍 那是因為它離我們太遠 所以呢 我們看到呢 它反而沒怎麼亮 它反而不是這三顆裡面最亮的那一顆 那它在我們全天的亮星排裡面 那是排第19 那接下來 這一個 它的 剛剛有說它的頭部 這個它的頭部呢 蠻特別的 它有一個星名叫做 碾到真氣 就是以前古中國的那個星名 那它很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 它是一顆雙星 所謂雙星就是有兩顆 恒星 繞在一起 所以叫雙星 那有一顆是藍色 一顆是橙色的 我畫一下 我畫一下好 就是 呃 在 雨中裡面呢 假設是有兩顆星 可能一顆比較大 一個比較小嘛 那他們就是會互相繞對方 那他們會把這兩顆的質量的中間 兩顆質量的中間 會繞著他們質量的中間 去做那個繞形的動作 喔 所以這個是雙星 那其實雙星呢 還蠻常見的 啊 還有一些最多好像也有到六星 互相環繞他們彼此的質量中心 那 我們 反而是我們太陽 只有一顆的呢 反而是比較少見的 那 那 這個呢 在夏天的時候 其實 台北天文館他們常常會 呃 就是 每個禮拜六吧 他們會開放那個天文台 讓民眾上去觀測 去看星星 那他們其實很多時候呢 會以這一顆年道真希作為目標 所以有機會的話呢 大家其實可以去天文館那邊去看 那就是晚 一拜六的晚上 可以去看一下 他就是 看起來會很漂亮 因為一顆是藍色 另一顆是橙色的 會很 蠻亮蠻漂亮的一顆星星 喔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邊 背景這裡 這個就是剛剛沒有畫進來的 呃 天秤座 那 Stelerin他的畫法是這樣子 那有一些星圖 他的畫法是這兩顆這樣子連起來 這樣子 看起來就是這個是中間點 然後這是兩邊 然後這個是他的重物 所以這樣子看起來有點像是一個 這個五邊形 也也有人這樣畫 大家的畫法其實都不太一樣 因為現在都是以區域 所以他們就是 像剛剛你們看到考卷的那個地方 老師就是會畫一個區域 然後不會叫你們連線 他就是只要畫區域 然後告訴你們 這邊是哪一個星座就好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第二個 是我們夏季裡面最亮的星星 就是天晴座的之女星 我們先講一下天晴座 他呢大概就是一個三角形 加一個平行四邊形 組成的一個形狀 那這一顆是之女 這個看起來沒那麼亮 沒有剛剛老師畫的大顆 那他是全天第五亮的星星 那他距離我們也算近呢 也不算近 那算遠呢也沒有那麼遠 他是距離我們二十六光年 那因為歲差的關係呢 他一萬兩千年以後 會成為我們的北極星 有人知道歲差是什麼嗎 有要回答嗎 可以加分 不知道 不知道的話那就我解釋囉 欸你想講啊 你想 北極星不至永久都是同一個 但是歲差是什麼 歲差 欸 你們兩個 要不要猜拳一下 我們剛剛沒注意到是誰先講的 還是 你們兩個猜拳一下 到時候 好 好 那你先講 是指北極星的風化 呃 不完全是 啊 那到底 是指一個天體的自轉軸指向 因為終於做得到這個空間說法 那是怎麼沒學到 嗯 這個說法有點學術 但是這個是對的 那是哪個天體的自轉軸 嗯 是 地球 欸地球的自轉軸 那就是 是這樣子喔 這個 假設就是我們的地球嘛 那我們 有一個傾斜23.5度的自轉軸 那這個自轉軸呢 它本身它不是 就是定整不會動的 它因為歲差的關係 它會 在一個圈裡面繞 它會在一個圈裡面繞行 所以呢 這個我們就稱之為歲差 那 那 我們現在的北極星是哪一顆 現在的北極星 來想搶答的 來來舉手回答 高層1 高層1 就是這近年來的北極星 那1萬2千年以後呢 北極星就會變成資旅星 那 歲差多久會繞完一圈呢 有人知道嗎 好 歲差就是大概25800年左右會繞回來 所以25800年以後呢 北極星又會換回來 我們現在的那個構成儀 那 因為 為了方便記憶 我們大概都說就是 大約是26000年以後 那 好 講完了歲差 講完了北極星的部分 我們繼續來介紹一下 天庭座裡面有一個很漂亮的天庭 水空天庭 就是他星官以後 大概中國星官的名字 那在這兩顆星星的中間呢 大概 大概在這裡 沒有到正中間 就是大概在這個位置 有一個叫做 天晴座的行星狀星雲 他叫 他編號是M57 這個M呢 他其實就是一個 以前 大概18世紀的時候 有一個 天文學家 然後他在法國工作的天文學家 叫做梅西爾 有人聽過嗎 沒有啊 那我來介紹一下 這個梅西爾呢 他其實在天文台工作 他主要就是要觀測彗星 那以那個時候的技術而言 他們的望遠鏡也好 就是設備跟技術 都沒有線帶來的好 所以以前 在他們使用那些